大家好,我是老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搭建一台OpenMove服务器进行科学上网 要搭建一台OpenMove服务器 你需要选择一台优质的VPS虚拟主机 我这里以Digital Ocean为例进行演示 下面开始 首先,在Digital Ocean官方网站 输入已注册的邮箱和密码进行登录 这是我的Digital Ocean的登录后台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Create创建按钮 选择Droplets 创建一台新的VPS服务器 首先选择印象 也就是操作系统 我们切换到Marketplace选项 在下方的搜索框输入OpenMove 然后在搜索结果中点击选择OpenVPN Server印象 接下来选择硬件 我这里选择最基本的5美元套餐 每个月1000具流量足够日常使用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更大的流量 额外的硬盘存储空间不需要 我们不选 在下方选择一个数据中心 这里新加坡离我最近 我选新加坡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区域 接下来是重点 选择验证方式 这里有SSH keys和password两种方式可选 以前我习惯选择password 这次我选择SSH keys 点击下方的New SSH key 弹出添加公布密钥页面 要添加密钥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工具Puddy Puddy的下载链接在视频下方的简介中 请自行下载安装 我这里已经提前安装好吗 就直接开始操作 在开始菜单中找到并打开Party Gen 点击Generate 开始生成密钥 鼠标在下方空白区域多滑动一下 不一会自动生成两个密钥 一个是Public SSH key公共密钥 一个是Private key私人密钥 我们先点击Save Private key 保存个人密钥 个人密钥后面需要用到 请务必保存好 我们全选复制矿中的公共密钥 将公共密钥粘贴到 AdPublic SSHT输入矿质 并在Name下方输入一个密钥名 然后点击AdSSHT按钮直接保存 就这样 SSH密钥就设置好了 下面再给虚拟主机起个简单好记得 我这里把默认的主机名字改导 最后点击Create Dropout按钮开始创建 稍等片刻 一台OpenPont虚拟主机创建完成了 我们拼一下是否能拼通 搞定虚拟主机能拼通 而且速度感觉还挺快 到这里OpenPont虚拟主机的创建已经完成 下面我们进行VPN科学上网环境安装和连接 我们打开Party 输入OpenPont主机的IP地址 然后在左侧的菜单中找到SSH 点击Off 选择授权方式 在右侧 点击Broad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 找到我们前面保存的个人密钥 选择后 点击Open打开 然后弹出了一个警告对话框 英文的大致意思是 提醒你是否确认 以这个密钥连接到服务器 我们点击下方的Accept 接受 成功连接服务器 我们输入root切换到管理员角色 系统自动进入OpenPont的英文安装界面 如果不懂英文意思 请根据屏幕提示选择yes或no 或其他相应操作 do you wish to load into the admin UIS Open 你是否希望以OpenPont作为管理员登录系统 我们选择yes please specify your activation key or leave blank to specify later 我们直接回车 系统自动进入OpenPont的安装过程 不一会 安装就完成了 注意 这里显示 你现在可以用OpenPont和同样的密码登录虚拟主机 下面显示了管理员登录和客户端登录的主机地址 这两个地址请大家记下来 后面登录要用完 为了安全 我们重新设置一个管理员密码 我们输入password open 在下方输入一个新的密码 回车 然后再重新输入一次同样的密码 回车 注意 屏幕上并不会显示出来你输入的密码 实际上你已输入 请勿必及好 就这样 整个OpenPont的搭建就完成了 我们复制上面的管理员登录网址 打开浏览器 粘贴输入网址 显示链接不是专用链接 不用理会 点击高级 点击下方的链接继续访问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用户名默认是OpenPont 密码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密码 输入完成点击30登录 点击Agree同意 成功登录OpenPont服务器后台 这里大家可以点击左侧的菜单 自行查看相关内容 我这里就不具体演示了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OpenPont能否成功连接 在浏览器中输入客户端网址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在打开的页面中列出了个大平台的OpenPont客户端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平台下载 相应的客户端安装 我这里以Windows为例进行连接测试 我先下载Windows客户端 下载完成直接点击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 点击启动OpenPont Connect 系统已经自动导入了你的连接地址 我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成功连接 我们打开YouTube测试一下是否能打开 成功打开YouTube视频 搞定 收工 好了 搭建一台OpenPont服务器就这么简单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在下方留言 也欢迎加入老白的电报群 大家共同交流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